夏天是蟑螂塵蟎 开始活跃的季节 不只破坏环境卫生 更是潜在的过敏源 防治蚊虫已有三十五年经验的 除虫达人就要教大家正确的观念 居家环境卫生 我们首先要打扫的时候 先除虫 为什么呢 因为害虫都会躲在 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地方 达人建议积极除虫是关键 而选择对的产品 更能一次将害虫杀光光 那我们会建议使用水蒸饰 附水罐的水蒸饰 与众不同 因为为什么 它压下去以后 就有很从容优雅的一个时间 让这个水徐徐流过去 把里面的塞分磷成分 蒸发在空气当中 然后会明漫钻入细缝 把躲藏在室内的害虫 例如说 橙蚊 蚊子 苍蝇 跳蚤 蟑螂 白蚁 我们看不到害虫通通消灭 正确的使用方式 也会影响到水蒸饰 杀虫剂的效用 就是要把房间的窗户 门窗紧闭 或者有戏风的地方 用报纸或布画来阻塞住 最后达人也建议 搭配长效型的产品 更能防止蟑螂蚂蚁的侵扰 立马见真章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味道 它的效果可以持续很长久 我们喷一下它可以维持336小时 维持居家环境清洁 并善用产品积极出装 才是避免过敏源的关键之一 爱尔达电视综合报导